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任嘉伦与杨子的戏里戏外 友情如同家人 在中国娱乐圈中 许多演员通过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 莫过于杨子与任嘉伦的关系 两人因合作出演电视剧锦绣未央 和白蛇缘起而成为好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友情也逐渐升华 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戏剧合作中 还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环境中 他们的友谊显得格外珍贵 任嘉伦与杨子的首次合作 锦绣未央 任嘉伦与杨子最早的合作是电视剧锦绣未央 这部剧讲述了在充满波折的历史背景下 一对男女主角共同经历了重重困难 最终走向幸福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 人嘉伦与杨子不仅在角色上默契十足 还在幕后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他们在片场的互动总是充满欢笑和温暖 使得整个拍摄过程充满了愉快的氛围 在拍摄锦绣未央时 两人的互动不仅体现在镜头前 更多的是在幕后的交流与支持 娱乐圈中充满了竞争与不确定性 能够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实属难得 杨子与任嘉伦的友情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稳固 他们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无疑为彼此的事业增添了不少色彩 任嘉伦与杨子的白蛇缘起 他们的第二次合作是白蛇缘起 这是一部以经典白蛇传为基础的玄幻电视剧 讲述了不朽世界中的师徒恋情 杨子饰演的白蛇与任嘉伦饰演的法海之间的爱情 突破了不朽界的禁忌 是一段既亲美又感人的故事 在这部剧中 杨子与任嘉伦通过精湛的演技 再一次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 他们共同呈现出一段超越生死 突破禁忌的爱情故事 让观众为之动容 白蛇缘起 不仅是一部展现爱情的电视剧 更是对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深刻探讨 杨子与任嘉伦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挣扎 但最终用爱战胜了一切禁忌 这种情感也正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友情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都能够相互支持 相互理解 友情的升华与日常生活中的相处 不仅在影视作品中有着精彩的合作 任嘉伦和杨子在生活中的友谊也逐渐升华 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彼此打趣和关心 展现出一种自然真挚的情感 他们的友谊不仅仅是合作中的伙伴关系 更像是家人般的相互支持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这在娱乐圈中实属难得 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找到这样一位真挚的朋友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充满压力和挑战的娱乐行业 杨子和任嘉伦的友情 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暖或真实 正是这种不掺杂任何利益的纯粹情感 才让他们的关系如此牢固 这种友谊不仅是两个人的财富 也是他们在事业上不断进步的重要支撑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浮躁的地方 许多友情因为利益关系而变得脆弱 然而 杨子和任嘉伦的友情却在时间的洗礼中变得越来越坚固 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合作 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也在彼此的生活中找到了最珍贵的友情 这种友情不仅温暖了他们自己 也感染了无数的粉丝 通过杨子和任嘉伦的故事 我们看到了娱乐圈中真挚友情的美好 这种友情超越了戏剧中的角色 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合作伙伴 更像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正是这种情感的力量 让他们在充满挑战的行业中 依然能够保持初心 不断前行 未来的期望 再度合作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粉丝们也期待着杨子与任嘉伦 未来能够再次合作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他们的默契配合都让人期待不已 许多观众希望能够再次看到 他们共同演绎新的角色 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未来的合作 无疑将成为粉丝们期待的焦点 杨子与任嘉伦通过多年的合作 已经建立了深厚的默契 无论是戏中还是戏外 他们的关系都让人羡慕和敬佩 如果未来有机会再度合作 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再次创造出精彩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感动和惊喜 总的来说 杨子与任嘉伦的友情 不仅仅是娱乐圈中的佳话 更是一段充满真情实感的故事 通过他们的合作和相处 观众不仅看到了他们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 更感受到了他们作为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 这种友情的力量 正如白蛇缘起中所传达的那样 是真正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